你問你們有在分手的關係當中 發生任何親密的行為嗎 有吧 分手之後 就是分手之後你們還有 還有... 還有上床過嗎 我跟你講沉默就代表有啦 你看吧 Oh my God 看啦... 我覺得你們完全沒有立場 等一下 他用一台二手摩托車 還是八個人卸 對 我們再請問一下法比歐 請問你發生親密行為的時候 是在你... 是你交了新的女朋友的時候嗎 不是... 沒有... 人家是還沒有交女朋友的時候 為什麼不行 後來 後來嘛 如果他要跟他朋友合送之前 先問過你們的意見 可以嗎 可以... 所以你們只需要... 可以有鬼咧 你們會答應才怪 所以問一下我們會說不行 對... 可以跟我們說 他們都說不行 所以三位女生都不會跟前男友 有聯絡 我覺得不會 完全都沒有 應該是要把全部 周怡佩妳沒有回答 對 周怡佩妳沒有回答 周怡佩妳眼睛好利喔 所以... 千萬不要藐視法庭 周怡佩連繞得可兇了 如果是那個時候一群朋友 就是她的朋友 然後因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一起認識的 如果大家一起就會 你的意思是說被動可以 你不會主動就對了 我就是要保護Fabio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歐洲 尤其是歐洲兩部的那個想法 就是他人對女生好 但是因為他是好人 他就是會對女生好 他不只是對他那個女朋友好 對其他人一分手就不管了 我們絕對怎樣是很幼稚的 沒錯 我真的覺得 那有時候有一些人是個性不合 但是我們在一起都是 都可以聊對 那不好意思 你現在... 答應 請問你現在... 個性不合 興趣相投 是 這樣不行嗎 你們就直接說性的愛可以分開就好 這就要特別打一下興趣是不是 請問一下 那你現在跟這個前女友還有聯絡嗎 那下位是誰啊 下位有... 有... 謝謝巴皮喔 謝謝 好啦 跟前女友聯絡 只是第三名 那第二名就恐怖囉 我們來看第二名是什麼 在一起一年多 然後出去玩 他都只會放他個人照 然後不能放跟我的合照 就是去哪裡玩都不能公開 一起出去玩 他都不會tag我 就只放他自己的照片 或是就是 不會公開我們的關係 當你要去他的家庭聚會 朋友聚會 或是他呢 只是要跟兄弟打個球 都不讓你去的時候 那就是搖滾了 還沒有認識的時候 以前去看她的臉書 她就會寫說 她跟誰誰誰穩定交往 然後自從可能跟我在一起之後 就... take成一言難盡 可是她卻不願意公開成穩定 後來才發現就是其實 這個不行 第二點 這個很恐怖啦 本人有切身之痛 我跟你講 交往不公開 都是有問題的 這是搖滾 這真的是搖滾 我覺得這個超級無敵恐怖 我覺得如果有任何女生 或是要跟你們交往 對啊 等我一下 而且你這個月的業績 真的很差耶 怎麼樣 我要打工啊怎麼樣 多欠一些保單回來好不好 好啦... 這樣我們不公開是不行 如果有任何人要跟你們交往 但不公開 不行一定有鬼 我之前有一個故事 是讓我非常非常傷心的 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歡一個女生 在那個我們就是 一起演一個音樂劇的 然後他也是演員在裡面 後來他就是打印跟我交往 可是呢 他就是說我們去任何地方 不可以牽手 然後盡量不要坐太靠近 也不用 也不可以在外面的地方親親啊 這樣就是假裝去 可能練劇本啊什麼的 結果呢 有一天我就發現了 我就回劇場的時候 我發現有人跟我說 他跟一個另外一個演員 痛哭的時間 這個真的很爛 不公開就代表一定有鬼 我講一個男生交往不公開 其實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在一起 算是約會 然後他就說不行 永遠都只能兩個人 然後也沒有 從來沒有介紹過他的朋友 然後吃飯就一定要找人很少的餐廳 幾乎就是冷門的餐廳 反正後來連吃飯後來最後 在他們家就對了 然後就是弄了半天 有一天我朋友跟我說 你是不是跟那個人在 我有跟我朋友說 我在跟他約會 他說他看到這個男生 跟另外一個女生在約會 然後那個你的是他女朋友 然後可是他已經 他跟我說 他跟這個女的分開了 所以為什麼不公開的原因是 他還沒有跟這個女生分手 那女兒變成是小三啊 但是還沒有在一起 就約會而已 所以當天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我不跟有 父之夫 女... 就分開很有的人在一起 有些粉絲啊 就是當然是希望你 自己喜歡的人 就是不用另外一半嘛 然後就是女生說 夢多好帥 法比歐也是 法比歐好帥 如果就是這些女粉絲看到法比歐 或許我有女朋友 還要我… 我沒有Cue你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很心痛嘛對不對 那就是包括這個也是我們的工作 也是給他一個 他當他是成龍啦 對… 誰啊 然後這個OK 那演藝圈的人的 演藝圈的人的 就是我的這個一個excuse 一個理由 但是呢 不是做演藝圈的 還是有理由 我個人啊 如果之前就是沒有做演藝圈 但是還是不公開啊 為什麼 就是賤嘛 不是 不是 如果要公開 那就是我的身邊的好伴 要知道就好嗎 夢多 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 為什麼我跟妳講完 為什麼給大家 全世界大人之後 我們講完 很無聊耶 真的 像我們家人就是兄弟 知道我有女朋友就OK啊 所以你不喜歡在外面大街上 走路的時候可以千千小手 輕輕小嘴 揉揉抱抱 我會啊 我會 那你不公開 你還要叫大家做這些事情 不是 就公開 人家問我 如果說所有的人問我說 那時候我的私底下的事情 我問我說我有 我有女朋友 我之前也是啊 我之前女朋友就是外面那個 牽手啊 所以我懂了 他只有告訴周圍的朋友 他有女朋友 但他跟粉絲說他沒有女朋友 不是啊 那不然我們問其他型男的意見 對啊 來 所有的型男們 請問你們覺得交往不公開OK嗎 我也想問女生的意見啦 交往不公開OK嗎 所有的人都舉牌 OK的請女生 不OK的請她 我們不但要公開 還要到處再恩愛 恨不得全世界能祝福我們 有兩極化的看法喔 法比歐也是交往不公開 有 我知道我需要哪一種女生 為了有我就是 就是強的關係 那我說一開始 我不會就是跟這個女生 要就是 破照片 或是就是 給大家看我們在一起 但是整個過程 你們都不會PO過照片 就是如果在一起兩年 你會不會公開 兩年會 我覺得公開不公開沒有關係 像你剛剛 我之前也 怎樣 謝謝 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 正分 這是你朋友的故事對不對 不是你的故事對不對 是 朋友的故事 對 我朋友的故事 朋友的故事 你朋友有一個女朋友 對… 我自己的女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已經做藝人嘛 是… 然後就是 但是我不公開 但是呢 就是我沒有偷吃啊 我很乖啊 就是他也愛我啊 我也很愛他 這樣就好了嗎 這份是也開心 這樣就好啦 因為你怕公開等於分開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沒有 偷偷來 偷偷來 請回去 我跟你講交往不公開 十至八九都是有問題的 可能真的有10% 是真的有工作上面的困擾 或什麼 但是如果交往不公開 那個女生們就要小心了 接下來要看最嚴重的第一名 第一名 到底是什麼呢 對不對